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他内心的世界啊 对啦 我们都没有办法深入到内心里面亏其唐傲啦 但是我是说 永运国家的做法我是这样子 彼此之间啊 我来跟你讨教一下 然后做参考 你经常看到 因为我在海外九年啦 我看到你看 经济学院杂志 非常有名的权威的在欧盟里面啦 非常有名的这个经济学院杂志 我经常你翻开 那个字国家 当然 那个字国家 国会议员是建部会首长 大臣等等 但是那个 专业性的 哪怕是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总裁 副总裁 这非常高度专业性的 都是公开征裁 公开征裁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是 像院长总统 就是把这个需要的人才啊 消极积极的条件把它订出来 那您的证件是什么样 这个职位所隐含的证件跟你希望的目标是什么东西 那有这个消极积极条件的人都可以来应征 为国举裁 那 应征的人如果超过很多很多来应征的话 那你就组成一个征选委员会 公开征选 这样子的话 要来的人他就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热忱 跟这种奉献感 他就不会说三春四寝 然后朋友介绍 然后近亲繁殖 然后都是一些甚至都有关系的 这样真的很难做事情 财是国家财 天下财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大开我们人民的这个耳目啊 为国举裁 我是说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跟总统可以考虑一下 那种 这样子的话 否则的话 以目前的生态环境啊 堕堕逼人的 国会生态也好 媒体的这个生态也好 真是 一些啊 你看在座的留下来这个阁园啊 都是一个真的是有使命目标感的人啊 使命感的人才会留下来 将来会越来越难 将来 因为宪政的责任我们的权利啊 就是代表民意啊 可以来监督了 我们什么用起啊 就宪法的那个层次跟角度来看 什么议题是法无尽记的 这是我们的法定的职权 所以会越来越难找得到很多人才会望而却步了 除非是现在留下来的这些内阁人员啊 将来会越来越难 所以我刚才就是给你参考 西方的国家是这样的做法 好不好 这样子的话 有它的好处 让一下耳目心 我想 这个没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拘束力啊 没有什么拘束力 让你 让你觉得说参考一下就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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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我再请教一下 呃 财政部哈 可不可以 李部长可不可以来陪这个院长啊 我来就教你一下 会长 委员好 呃 院长啊 在这个地方我也耳目一心啊 我觉得院长就任以来啊 对这个社会正义啊 的这个执着跟追求啊 这是对的 从资本主义在这十几年 二十几年来啊 在欧美啊 走得太偏了 那引起的这个 不管是直接间接冲击的金融海啸啊 使得很多的国家 即使资本主义的这个宗族啊 这些大国啊 他们都有省思 包括美国 对吧 在截至 现在这个一百 一千一千业的这个金融改革法案呢 已经要出炉了 对这个 呃 金融机构啊 做一种 某一些的这个相当程度的这个截至 然后在欧美啊 特别是在欧洲啊 英美这几个国家相继 要对这个所谓银行家超过五十万英镑以上的 高达百分之五十的这个所谓 这些税啊 所得税啊等等啊 这个就是一种 走得太偏的一个 发生的弊端的这个制度啊 一定会有一些制衡 所以我觉得院长 你要接住的这个所谓公平社会正义的这个追求 这个政策是对的 包括国有土地啊 缓 缓一点的市出等等啊 那么对房价 地价 做一些持平的这个调节啊 这个都是对的 因为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照顾大多数的人嘛 否则的话 政府存在干嘛 做什么用呢 不可能天地不仁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徒利 让那些养地的人啊 两三年就可以获得投资报酬的一倍 或者是政府存在的目的绝对不会是这个这个目的嘛啊 在这种情形之下 您我所看到的这个报端的报载 说是财政部邀请地方 这是属于地方税的范畴了 房屋税跟地价税已经决定了 原则上要修法 要把这个房屋税跟地价税的税率啊 做比较多 急速的这个调整 然后这个税率啊 要作加 这样子按照这目前的这个初步的方案啊 出了这个财政部的这个门之后啊 送到立法院来 如果说三读通过的话 会替我们国家增加了多少财源 是 这个跟委员包括一下 我们今天基本上不是税收的问题 是一个付税公平的问题 从刚才委员所指教 社会公平 那问题是目前公不公平 一般的感觉是不公平 那不公平在哪里呢 它是单一税率 那说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的 大概会增加多少财源 基本上是差不多不会增加 就地价税房屋税基本上是不增加的 这是第一个前提 因为我今天 这个如果说按照目前已经通过了 地方相关的这个 还没有 因为还在部里面 还在研议制度 就是会增加 如果按照初步的这个草案的话 会增加 你要不要怕说加税就怕 我刚才讲的是公平正义要追求 这个时候就不要吞吞吐吐了 如果说是好载税 如果说千分之二的人会好载税受影响 这个也是公平正义吧 你跟财产讲清楚 你可以一个单位一亿两亿 那么我为了要调节政府的这些 税负等等的 税收的这个收入啊 然后公平社会的公平正义啊 也是做功德 你一个 假设你一个单位的好载 一个单位一亿两亿 你多加 都搅了一个八十万 一百万的这个 说不定他很乐意搅啊 我们不要怕这个东西 我刚才讲的是说 我现在就是说 你大概会增加 你目前的草案会增加多少税入 因为去年九十八年啊 我们的税收短增是两千多亿啊 一百五十五 对 所以这里我给你报告 我刚才讲说 就总数来讲没有增减 那怎么玩假的 那干嘛 何必要多此一举啊 我把它报告完啊 抱歉 就是就结构来讲 有一部分是加 大概百分之二左右的会增加 但是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会降 百分之六七十的不变 所以就整个结构来讲 让它结构更公平 地价 就是地方税 房付税和地价税 将过你们这样子折腾一半之后 你说总收入不会增加 税收总收不增加 为什么就刚才讲豪宅税会增加 那何必换 何必换 何必换 这个干嘛 让它更公平嘛 就刚才你讲 那个高价的豪宅要多颗一点 我看到 我看到这个初步的规划说是像 所谓地保这些豪宅的同胞 增加的还不到二十万 我觉得那些同胞 我认识几个人住在地堡 非常乐意 他说你们这个财政部长或者院长不要怕告诉我们 把社会公平自己告诉我们 我们多缴个五十万一百万我们的乐意 因为是功德 你现在好像图图图图院长 部长 我刚才强调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你不是针对他在打压他 你不是针对他 你要跟他讲清楚就好了 我很多事情 那我就很失望了 因为你说这样折腾的结果啊 没有增加替国家 替社会的公平正义啊 让这些非常幸运的 他富起来的 他因为聪明才智努力啊 富起来的同胞 多负担一点 替我们这个中低收入的这个民众啊 多负担一点 替我们国家的家庭多负担一点 没有让他们能够多负一点责任 多做一点功德 那我就很失望了 这一点 特别的报告再报告一下 但是这个观念 就这个高所得 高房价 高地价 这个多克税 这个方向没有错 但是对一些低的 房价低的 地价低的 我们给它减 这才符合我们一般社会的期待嘛 那中间的部分我们尽量不去调它 所以有增 有减 就总数来讲 大概不会什么大变动 那这样子我们需要说达到一个社会公平 符合大家的期待 对 部长你现在努力了 但是那个不成比例了 不成等比例了 不成等比例了 那个是这个富可敌国了 那个一个单位是两亿 结果你增加它八万块十五万的这个房屋 这个还可以再研究 这个不符合社会公益了 我现在猜到这一点了 我现在耍一招 这个好像叶木旦一样 这个不符合社会公益 这个票啊 中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不会感激 你不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政府是有社会公平正义的 好不好 对财团 我经常讲 我一正知道啊 就是坦坦荡荡 不被不抗的 对财团 讲真话 我不是 我不是在打压你 我是要照顾大多数的民众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我再耍来耍去 结果 是白费一场白功 请部长 请回春好不好 谢谢 那另外就是这个 部长你不要走 我们目前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所以说短征这么多的话 是是 财务困难 我当然任何国家因为金融海啸了 都是增加公共支出了 政府的这个投资 他公公部分的这个这个这个支出等等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困难的情形之下 可以把变得出来吗 政府的这个 这一点前委员放心 我们去年税课收入短收2155亿 但是我们在其他的收入基金的脚固等等 增加900多亿 所以净差是1234亿 但是这1234亿 在我们各部会在院长的指示之下 开节流900多亿 所以真的就差300多亿 他300多亿把以前的税记胜语 来移用 所以学者专家 有些人说这个 当然这是主计主计长的事情了啊 那你不要上来 主计长不必上来的 所以是这个来移用啊 税记胜语啊 这个是跟相关的这个法律是不服的了啊 那当然这个很多 这样东西啊 说不管哪里说不清了好不好 尽可能尊杰使用了 其实现在美国有一派学者怎么讲呢 很多50个州长里面 有一个州长非常能干 他可能是未来这个总统候选人 那那个州呢 这个州长的理念了 他曾经当过联邦的这个 呃这个统计长 他这个理念是州 他认为说政府是要小政府 政府的公共支出啊 州政府的公共支出 预算变得越严谨 越小越好 那然后提供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 州政府的这个法律平台 让各行各业能够在公平的竞争上 来各苏所长 那结果他这个实践下来之后啊 两三年的这个市政之后 这个州的这个预算啊 次次大大减少 然后那个就业力啊 大大提升 所以说小政府小预算 反而是得到很大的 很亮丽的凸显 他现在是最热门的 可能是未来这个总统候选人 哦 所以包团长 我是觉得 我们不要那种很传统的那种想法 是 就是一定要施政 了解 这个钱 这给掏好 这给掏好 然后把纳税人的钱啊 当做钱用啊这样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这两年 其实 税数都是 副成长啊 而且是相当幅度的副成长 好 那个部长你请回好不好 啊 谢谢部长啊 这个院长我想啊 你对 已经 对天下 做了一个承诺 到今年底啊 如果说失业率啊 没有降到五以下 五以下的话 我辞职 辞职 我相信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啊 一定是这样子啊 事实上的 以目前的外部条件跟内部条件 要降到百分之五啊 不是那么难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达成 一定可以达成 一定可以达成 谢谢 我们在去年啊 就是但是我的委员会啊 未还委员会啊 我们大概编列的预算大概六十几亿的 这样一个规模啊 然后来支持什么一个 执行什么一个科目呢 就是立即上工计划 我们大概创造了六万个就业机会 当然有些人平常是短期的这个就业机会啊 但是他流用率很高 我们鼓注其满之后 流用力啊 非常非常的高 也就是政府有它的能量 有它的能力啊 有它的公权力手段啊 可以来执行啊 创造就业机会 这个是自 这个是标而已的 因为它是短期的立即上工计划 但是标本兼制 那个标啊 那个本啊 标就是刚才讲立即上工计划嘛 这个六十亿嘛 我觉得这个钱花得非常值得 就跟黎明计划一样 那个是花得非常值得 因为这个文生就苦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的 是 那个有说的政府的浪费啊 彼此真的利益输送啊 有权力的人输送啊 那个浪费的这个过去真是不堪足毒了啊 所以我是很支持 这样就制标政府文生就苦的事情 另外资本 美国现在拿出两千亿 欧巴马政府拿出两千亿 他特别支持什么 特别指定给小小 中小企业 关于利益能有关的 潜能简单有关的 他扶植他 他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两千亿来给他补助 这些中小企业 他以中小企业为对象 然后基础建设 这个桥梁大陆的建设 然后这个是本嘛 这个是创造 又可以跟未来二十年三十年 我们国家 我们的子弟 在全世界竞争基础建设方面啊 又可以扶植中小企业 又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如果这样双管齐下的话 将来你辅导各部会里面啊 我们公布我们的支出 应该以利能产业 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啊 再创造就业机会 相结合 谢谢 我们《产创条例》啊 就已经纳入这样的精神 纳入创造就业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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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